這隻叫乖乖的藍色金剛鷹帽 僅只有七個月大 星期二早上八點多 它由馬尿水赤泥平春雨所飛走 主人立刻報警求助 由街坊其後發現 乖乖因為吐在腳上的飛行繩 纏著了樹枝 被困在離家門外30米 一個邪波樹的樹頂 消防接報到場與女主人搜救 期間乖乖突然鬆脫腳上的飛行繩 再次往山咬方向飛走 不知所蹤 女主人拿著為自用的奶 和用手機播放乖乖的叫聲 希望可以吸引她回來 她說自養了乖乖接近七個月 當時以幾萬元購入